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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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呢 上次介绍的是一个什么 Legender Polynomial 对不对 那就是PNX X呢一定要 大约等于E的中间 所以我们知道呢 它也可以展开来 也就是说这个呢 Pyre Serious得到了Legender 它也可以对什么东西 把它展开来 那么这个时候展开来的时候 就变成说同样的一个F of X 你要展开来变成什么东西 假设太热了展开式 那就直接写Equation 对不对 假设是对X0的这一点展开来 那么你就把它 这样子写 一大票 对不对 那么假设你这样 Polynomial Serious 我们就说 N等于1 N等于0到无穷到 可能是这样子 也可以啊 没有人说不行啊 对不对 某些状况下面 我们甚至于会用这样子 我们也会把它展开成 某个C书像 这个用M好了 我们也可以写成这样展开了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 同样的一个Equation 你展开来之后 你要呈现什么东西 完全 对于我们的需求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 那公司重整啊 分之并购集团啊 并购那个经理人在做的事情 把那家公司啊 重新怎么样 分配一下 反正每家公司都可以拆嘛 看你怎么拆 就跟这个 每一个方案室都可以拆嘛 看你怎么拆 他把他拆一拆 跟另外一家拆一拆 拼一拼 卖出去卖更多钱 对不对 但东西都没变 东西都没变 只是卖更多钱 哇 那那个实在是很好玩 但是这样子拆下来之后呢 常常我们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告诉我们 你怎么决定这些习俗 对不对 要决定这个习俗 常常需要一些计较 这个技巧怎么决定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用它正交性 OK 我们昨天的 有展示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看 什么叫正交性 正交 好像是个垂直一样 它指的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这边是cos 对不对 cosmx 乘上个cosnx好了 dx 它的周期 假设你 把它设定在 复拍到正拍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m跟n都是整数 但可以一样 可以不一样 对不对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需要 稍微算一下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看这个 会变成什么东西 假如说两个不一样 m不等于n 那各位知道一件事情 cosθ1 再加上 乘上cosθ2 会点二分之一的什么 cosθ1 再加上θ2 再加上sine 是不是sine θ1-θ2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还是我有没有弄错 我看看我的 对 没有错嘛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拿到我们这个积分 当然就可以把它展开来了 变成二分之一 变成两项积分 第一个cosin m加n的x dx 第二个sine的m-n的dx 那么算下来 这个很快嘛 二分之一 第一个就m加n分之一的sine m加上n m-n分之一的cosin m-nx 不对哦 这个应该cosin吧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应该cosin 应该cosin 对不对 所以我弄错了 这应该cosin 哦 加 这是sine 这根本就不用算嘛 既然你是整数 我管你是多少个pi 通通都等于0 对sine而言 所以它就等于0 对不对 那要是一样 假设m等于n 那你就简化成这样子 那你就简化成这样子啊 cosin平方mx dx 是不是 那有另外一个式子啊 各位应该记得啊 cosin2θ是等于什么 两倍的sine平方θ 两倍的cosin平方θ 减掉1 所以cosin平方θ 会等于什么 1加上cosin2θ 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可以简化成 2分之1 两个积分 dx 再加上第二个 cosin平方mx dx 啊不不不不 cosin2θ 2mx 所以呢 第一个呢 就2分之1 x 负π到正π 第二个 2m分之1的sine 2mx 负π到正π 这个还用算 管它是几倍的π 通通等于0 所以就等于0 这边呢 π减掉负π 变2π 2跟2消掉 就等于π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就会得到cosinmx cosinmx dx 会等于什么 0 假设m不等于n 等于π 假设m等于n 你看看 它都有这种特性 一样化无路 你也可以知道 sine的mx sine的nx dx 也是一样 0或π m不等于n的时候 m等于n 同样的 sinemx cosin的nx 只要是一个sine 一个cosin 管你怎么弄 通通等于你 照算就对了 这边上下线 我们都设定在复拍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系数 我们系数就可以解了 对不对 而且更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边再多写两个式子 cosinmx dx 你算它一个周期 根本就不用算 等于0 上面的面积 等于下面的面积 那sine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 所以说这些特性 你一旦知道之后 这些系数 可不可以求得出来 当然就很容易了 那你怎么 怎么求这个系数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假设一个f of x 它可以写成a0 再加上sumationn 等于一到无穷大的 ansinnx 再加上bncosnnx 假设是这样 我们写反了 抱歉 前面弄cosn 后面弄sin好了 大家比较一致 那请问一下a0 假设这个已经已知 a0 an bn是位置 那你可不可以求得 这些系数 当然可以求得 太容易了 第一个怎么求a0 啊 我们要观察的 我对它直接积分 第一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呢 左边就变了f of x dx 复拍到正拍 这个简单嘛 因为f of x已经知道 你就可以解了 右边呢 会等于a0 a0是常数啊 所以可以提出来 再加上sumationn等于一到无穷大 an呢 也是常数 也可以提出来 后面就变成什么样 cosnx dx 再加上bn 反正都是g一个周期 看都不用看了 这个管理怎么积 通过等于0 对不对 因为呢 你只要是g一个周期 或两个周期 三个周期 四个周期 反正sine跟cosn还用看吗 cosn只是长得这个样子而已啊 假如我积一个周期 这边积到这边 上面面积是不是等于下面面积 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加起来当然等于0啊 sine呢也是一样啊 sine只是形状是这样子而已啊 假如我从这边积到这边 是不是上面面积等于下面的面积 也是等于0啊 所以这两个通通等于0啊 是不是a0就算出来 上面是不是等于a0 乘上二拍 对不对 拍简拍这边二拍 那a0马上就算出来 就等于左边 除以二拍 解决了 抱歉 OK 很容易嘛 那假设我想知道an怎么办 我们昨天用的技巧就要用上来了 我们用正交的技巧 正交技巧怎么样 我们一看就说 哇太棒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的是cosn 它有正交特性 有这个正交特性 只要两个cosn相成 这边不一样 就是0 假设一样就是牌 假设是cosn跟cosn相成 管理3721通通都等于0 那就很简单啊 假设我是an 我当然不晓得an是什么 我可以知道am吧 哪一项 你先从你感兴趣的那项开始求 你感兴趣比如说是a5 我就通通通乘上cosn5x OK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说 那an等于什么东西呢 简单 我将整个式子呢 我就问说am等于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 dm个等于什么 m我可以设定啊 管它是什么 那就简单 我就把上面所有的式子呢 通通都怎么样 本来是f of x 等于a0 a0现在已经求出来了嘛 对不对 在这边我就把它写成白色 sum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an cosnx 再加上bn sin nx 我要把这整个式子呢 通通乘上cosn 你的感兴趣是dm的吗 我就dm的 x 然后呢 通通把它积分起来 这样一来有什么好处 左边马上就可以知道 它等于什么 因为fx已经知道了嘛 左边就等于 负π分之π fx 乘上cosnmxdx 这个可以算啊 fx知道就可以算 所以这个已经知道了 右边呢 a0乘上cosn的积分 因为a0是常数嘛 可以提出去 你说cosn的积分 第一个周期是什么 0啊 所以第一个根本就不用看了 a0乘上一个0 因为这个积分等于0 所以就没有 第二项呢 an是不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就里面变成什么 cosn的 为了加强 n我用蓝色 nx 乘上cosn的 mx 对不对 再加上第二项 我照写好不好 先这样子写 b n 那里面积分是什么 cosn nx 抱歉 那是sine 本来是sine嘛 对不对 sine的nx 再乘上cos的mx 你看看你去插表 这个等于什么 0呢 所以这个summation 有跟没有一样 啪丢掉了 这个也丢掉了 是不是只剩下这项 这项m是你给的啊 我要看清楚哪一个 我就乘哪一个啊 n呢 是随它来变化的 这边是n 当n一直变 从1一直变 只有变到n等于m的时候 这个式子才有意义 要不然通过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最后面 0啊 这边也是0 那一大堆都是0 最后只剩下一项 n等于m的这一项 会存在 am 乘上后面这个积分 这积分等于什么 二排 等于pi 那是不是am求出来了 am是不是等于前面这个 除以pi 就是了 是不是你就求到am了 所以假设我问你 bn等于什么东西 就像那样 你在问bm等于什么东西 那你要乘上什么 然后再积分 乘上什么 对 乘上sine的m 你看这边是cos 我就乘上cos 我就会把这边 留一项保留下来 当我乘上sine的时候呢 后面这边就会有一项 保留下来 最后就把b求到了 就相当于说 虽然说有很多西数 但是你都可以解啊 只是用个正教特性而已 那我们里见得有没有 里见得有没有 里见得有没有正教特性 有 昨天告诉大家 当m分n不一样的时候 就是比m分n一样的时候 就等于2除以2n加1 或2m加1 那做法跟它一样啊 对不对 exactly一样 非常简单 好 今天呢 我们来再介绍另外一种方式 它也有同样的特性 你解完之后啊 就得到一系列的东西 最后要判断西数的时候呢 就用这一招 所以这一招呢 有人会把它叫做 用full real serious的方式 但是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它跟full real serious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只是正教的特性而已 你可以这样子活用它 用它来解一个系数 OK 所以就代表说 常常我们展开来 我们希望展开 后面的每一项呢 都是互相正教的 密集数也是一样的 假设我是无穷多项 密集数每一项当中啊 几乎都是正教的 对不对 给你很好的一个结果 OK 所以呢 请大家来了解啊 这方面的重要性 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上次讲的 很快速的复习 好什么是 Legend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呢 它是这样 它一样是两阶的 它是这个样子 那前面是什么呢 第一个 这个前面是什么 1减掉x平方 后面的这个呢 我们先这样子写好了 一个一个来复习一下 我们上次又讲了 E U的Calcure Equation 这是x平方 这是x 那这个是它 1 对不对 这是U的Calcure Equation 它稍微变动一下 1减掉x平方 这个呢 负2x 这个呢 n乘上n加1 n呢 会变来变去 假设有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就是Legendary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它的解是什么呢 很简单 它的解加起来 结果只有一个 因为它有 G函数和5函数的差别 最后两个 刚好可以凑成一个 就是PNX OK 它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因为你是PN 就代表呢 我有很多个解答 我就喜欢写YN 前面要不要乘上个系数 最后再去做 Ninia Combination 变成完整的解 当然可以 所以你变 我把这个叫做AN好了 所以最后的YN Y呢 就等于Summation N等于0到5 穷大 这个YN X 你把 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解 通通加起来吗 对不对 以前我们就说 假设你有两个解 Y1 有个Y2 那这两个解怎么办 前面乘上 系数之后 把它加起来 就等于 Channel Solution 那我们现在呢 常常在解的时候呢 Dependent on这个N 这个N常常有另外一个方程式 来决定 发觉N有很多种 N 就知道你有很多个 那最后的解 就要写成这样 假设目前N确定了 那么 它就可以直接写成这样 这个是确定的哦 那我就可以写成 Y of X 在目前的状态下 就是PNX 前面你可以乘上个系数 无所谓 系数还没有决定嘛 到时候再去做 决定就好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会用到几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PN 它的解是什么 你要是说 我们以前的一些解啊 很容易啊 比如说你一个 Y double plump 再加上 A 加上 AB 再加上 C Y 等于 假设是这个的 那 你的解很容易嘛 Y可以是什么 Exponential Lambda1 X 再加上 Exponential 负Lambda1 Lambda2 X Lambda2 X 比如说 C1 C2 你可以是这种解 这个时候的 Lambda1 Lambda2 是由它特征函数 来决定 对不对 或者是等一个 线性解 C3 X 加上 C4 或者是个 虚数解 C5 Sine Lambda 我看看 这个地方 我该要变成 好吧 先保留好了 C3 X 再加上 C4 或者是 C6 C6 Cosine Lambda X OK 类似这样 你就可以知道 它有很多种解法 特征函数 到底是怎么样 解 就写出来了 有没有感觉 很有感觉 Exponential 我知道什么叫Exponential Sine 我知道长得什么样子 Cosine 我知道长得怎么样子 Exponential 要是正的 极具的增加 要是负的 我极具的 减少 对不对 Cosine 谁不知道 Cosine就是这样子 偶函数 Sine是什么 G函数 Everybody都知道 但这个是什么鬼东西 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稍微画个图来看看 它导致是什么 基本上 它是这样子 这边是P N X 这边是X 它X呢 有个范围 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效而已 所以原来这个X 又在正负一的之内 P0 P0 永远等于E 这叫做P0X 原来我们这个P0X 永远等于E P1X呢 这是P1X 就等于X 对角线 P2X 是偶函数 什么形式 忘掉了 没关系 再查表就是了 这是P2X P3X呢 G函数 会得到一个 这是它的特色 所以呢 就代表一件事情 P N 负X 跟PNX 当中是有关系的 当N是偶数的时候 它是偶函数 当N是G数的时候 它是G函数 所以很简单 前面乘一个这个就对了 我函数比如说P0 它永远都是E 我把X呢 从这个位置 移到负的地方 它还是E啊 就等于自己 负1的0次方 就等于E 所以两个相等 2呢 2的是这个 我这个地方的值 X在这个地方的值 比如说它刚好当给0 X换到负X的时候 它也是0呢 完全一样 两边完全一样 对称 所以等于2的时候 它也是对称 所以P2的负X 要等于P2的这边 但G函数呢 就完全相反哦 X值在这边了 好 取极端一点 X刚好等于1的时候 它等于正1 当X变成负1的时候 它就变成负1 对不对 所以呢 G函数 二函数可以做这个 来做哦 另外一件事情 右边这边 管理3721 通通都要达到 这个顶点上面 对不对 这边是什么 1嘛 Pn 不管你任何地方 当X等于1的时候 它就是1 还有一个 G函数在这个地方 很好玩 它永远是0 当X等于0的这个点 它永远等于0 对不对 还有呢 左边的这一点 偶函数永远是正1 G函数永远是负1 那你是不是 负1的这一点 就要等于什么 负1的n次方 偶函数 负1的n次方 等于1 G函数 负1的n次方 等于负1 我们就把它特性 稍微了解一下 最后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什么 正交特性 正交特性 写在这边 正1 负1 pnx 负2除以2m 加1 delta mn 这是昨天教的 今天要教什么东西呢 今天要教另外一个方向式 长的呢 当然就跟另一边都不一样 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好 delta mn是什么 写很大 待会再插掉 它指的意思 它只有0跟1而已 什么时候等于0 m不等于n的时候 m等于n的时候等于1 这个叫delta mn 就是这个条件的简写 写这个 没有什么意思 写这个看起来很高级 对不对 我们当然就选择高级的 OK 好 今天呢 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方向式 我先把它写在这边 OK 名称叫做 Basel Ordinary Differential Question 它是怎么样一个呢 它是这样子 我们都讲的都是 二截的问方式 所以大家讲的一样 它跟Uler跟Colch Equation 也很像 前面是x平方乘上x 哇 你看好像啊 对不对 只是后面 它不是1 它是x平方 减掉μ平方 不过 μ呢 它是时数 而且要大一点 正的 这种方向式叫做Basel 好 我们从这边开始来解 我们很快速地把它解完 记住哦 我在解的过程当中 不要单单只看我的笔记 因为我笔记有很多地方把它简化了 你们一定要去看课本 OK 这样子呢 你才会吸收更完整的东西 让你未来比较不害怕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解这个东西 好 这怎么解 假设后面这一项是1 哇 那就很棒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try try y等于x的m次方 这UlerColch Equation 告诉我们 可以这样子try 那问题现在要try什么 很麻烦 我们不晓得应该要try什么 既然不晓得要try什么 我就把它展开来 求美相吸收 但今天这个展开 跟前面的展开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展开的时候 我们有假设 y怎么样 可以点summationm am 的xm次方 对不对 我们是这样子 这边我稍微地改变一下 我们呢 let y等于summationm am x m次方 再加上r ok 这里面我们有几个要求 a0呢 不可以等a0 我们有这样要求 这个r等于多少 其实在这边不是很了解 以前你看看 我们这边是 只是直接这样假设 所以这个展开来 就变成什么 a0 再加上a1x a2x平方 a3x3次方 对不对 那这边展开来 会变成什么 展开来 相当于说 你这前面啊 我写在这边也可以 或者是把它 这个提出来 因为这边是summationm而已 它就是原来前面的这个 再乘上是x的r次方 类似这个样 所以你这边展开来的时候 就比较复杂了 就相当于说什么 x的r次方 然后里面是a0 再加上a1x 再加上a2x平方 a3x3次方 对不对 就会类似这样子 那结果第一项呢 并不是单单常数 因为你要乘上x的r次方 r是什么 不知道 目前还不知道 的一个东西 OK 那我们这样子假设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把第二个四字 塞到第一个四字里面去 对不对 我们老师都是做同样的问题嘛 本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的位置数是什么 y 到了第二个四字的时候 位置数是谁 am 还有r am有几个a 无穷多个a 不只是无穷多 还要再多加一个r 对不对 一个问题演变成 无穷多加一个问题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又是字讨没去 你看这边还不是一样 本来一个问题 现在变成有 无穷多个问题 所以我很幸运 无穷多个问题 缩减成只有两个问题 对不对 那不是很爽吗 对不对 那这边会不会这么幸运 要这么幸运 那就很好办了 当然就是要这么幸运 不然我今天有什么话好讲 OK 好那我们看看怎么弄 好第一个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边有y的一次方 y的平方 那y的一次方会写成什么 这边我们叫微分 那你要记住微分呢 它会变成什么 am 第一次微分 m加上r 后面是x的 m加上r减1 对不对 但是前面summation呢 请记住 还是从0开始 还是从0开始 就好像这个 这个的微分一样 A0这个一微 并不会变成0哦 并不会不见哦 因为前面有x r不等于0哦 假设没有这一项 假设没有r的这一项 这一微完之后 m立刻从1开始 因为这一微呢 它就不见了 这一微变成a1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大的 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很注意 两节微分呢 也是一样 从0开始 就变成这样 通通把它带进去 这两个通通带进去 所以第一个四子呢 就可以进化 x平方乘上y的double point y的double point 在这边 x的平方一层 是不是x的平方 我可以乘在这后面 把这个复尔消掉 对不对 这边有x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层进来 干脆我先造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这边 x乘上y的一次方 微分 在这边 再加上后面 y y就 是不是要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整理一下 你发觉x平方 跟这个复尔 互相消掉 这个x 跟这个复尔 互相消掉 对不对 那相当于 这个只剩下什么 x的m加r之方 这个只剩下x的m加r之方 后面也有x m加r之方 是当你乘上mu平方的时候 当你乘上x平方的时候 后面会变成m加r加r 对不对 我们把x等于m加r的 通通把它塞在一起 所以呢 你就会submission m等于0到无穷大 am m加上r m加上r减1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先保留 好吧 先这样子 我把这个提出 这样子 第二项是这个 am m加上r 对不对 第三项是后面的这个 负mu平方 am 大家都有am am应该把它提出来才对 算了 都已经写了 的x m加上r四方 最后再加上 这个 xm加上r加上r 等于0 对不对 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这玩意之后好像很麻烦 不要忘掉 我们的目标是谁 我们要解决的目标是谁 位置数是谁 位置数是am 还有r 不要忘掉这两个 所以到最后面的am是我们要求的 还有r也是我们要求的 没有关系吧 这一看就知道 你看看 当m等于0的时候 x是不是等于从x的r次方开始增加 那一直增加到无穷大 那是不是变成无穷多次方 这么也是一样啊 m等于0的时候呢 x从r加2次方开始 那一直增加到无穷大 你总有次方向大家差不多了嘛 当m等于2的时候 是不是会变成 x2加r 这边的m等于0的时候 是x的r加2 又同样次方 对不对 所以就相当于你这个是无穷多次方的一个 palsius 它要等于0 还有什么选择 每一个前面的系数要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稍微的整理一下 xr次方的这一项的系数呢 会是a0乘上r乘上r减1 再加上r减μ平方 先这样子好了 什么时候会是x的r次方 x要等于r次方的话 不行了 没有这种东西 有了有这边这边这边 x等于r次方 前面就m等于0 后面这个呢 还派不上 因为它最小是r加2次方 所以只有前面 要m等于0 m等于0呢 是不是就变成r 对不对 m等于0就a0嘛 a0 那后面是m加r 因为m等于0 所以就是r r乘上r减1 对不对 因为m等于0嘛 r减1 再加上这个 因为a0我已经提出来了 m等于0 就再加上r 对不对 再来再减掉 a0我也提出来了 减掉μ平方 这项系数一定要等于0 x的r加1次方 什么地方有xr加1次方 有这边有 当m等于1的时候 前面这个m等于1的时候 是不是x的r加1次方 但后面这个还没有 因为后面这个要是m等于0的时候呢 这边是r加2次方开始 所以我们不管后面 只管前面 所以m等于1啦 所以变成a1 a1 然后里面是什么 1加r 乘上 m等于1 1加r减1 就是r的嘛 再加上 m加r 再减掉m平方 最高等于0 对不对 好 再来 xr加2次方 有没有这个项 有 前面这个 当m等于2的时候 是x的2加r次方 就是我们的r加2次方 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当m等于0的时候 就是r加2 对不对 所以这两项都要考虑进去 好 前面m要等于2咯 所以是a2 a2前面是 2加r 乘上 2加r减1 2加r减1 就变成 2减1就变成1嘛 就变成r加1 对不对 1加r 加上 m加r 就是2加r 减掉m平方 要等于0 这一项要 哦 还有后面一项 忘了加 还有一项 还有一项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当m等于0的时候 它有r加2次方 m等于0 那就是a0了 对不对 那x的r加3次方的有没有 有 当前面的这个m 这边变成1 不是变成3 所以是3加r 当后面这变成1 就变成1加r会变成3嘛 对不对 所以前面这个变成3 OK 所以是a3 a3呢 3加r 乘上3加r减1 变成2加r 再加上m加r 3加r 减掉m平方 后面这个什么时候是r加3呢 m等于1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a1 你们发觉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这个4次 起码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资讯 a0是什么 r是什么 一旦a0知道了 第三个4次呢 就告诉你 a0知道了 是不是我就可以知道a2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 a0知道了 就可以知道a2 a2知道就可以知道a4 一路上偶四项通通知道了 这个4次告诉我 a1要是知道了 我就可以知道 透过下面字 a1知道 我就可以知道a3 a3知道就可以知道a5 是不是全部都知道 那这跟刚刚前面讲了 上次讲了 Legender 几乎一样啊 本来我们这边的位置数是am 无穷多个am 跟一个r 现在只缩减到 am无穷多个字 缩减到两个 哪两个 a0跟a1 你只要知道a0跟a1 就相当于am通通都知道 那r呢 我们能不能求解出来 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这样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就代表x 我们是不是就相当于 你看这个4次都一致的重复 有没有 2变成3 2里面呢 第一个是2 3里面第一个是3 这边是2 后面就减1 就变1 这是3 后面是减1 就变2 这是2 这个就是2 这个3 这个就是3 这个完全不变 这个呢 一定是前面减2 2减2变0 3减2变1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直下来 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可以得到很多项 到某一项 就类似你有个循环公式 这个足以代表所有的 从G函数到5函数都可以 对不对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上面这个 这个是说A0乘上这个中括号 它要等于0 什么是μ μ并不是微之数 μ在这边 根据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μ呢 要属于十数 而且要大于0 所以μ是以之子 所以唯一不知道是R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办 但是在我们这边的假设 它可以展开来的时候 它给我们一个显示 A0不准等于0 你一定要让它等于 不是0的 所以A0不等于0 那你告诉我 乘上什么东西 会让它等于0 比较乘上个0的东西 才会让它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把这边稍微查掉一下 这只是概念 因为A0不可以等于0 那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那后面这中括号 R乘上R减1 加上R 减掉μ的平方 一定要等于0 你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因为很等式在那边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 这边有R的平方 减掉R 加R 所以减R加R 互相消掉 怎么会变成R平方 减掉μ平方 等于0 那这个还用算 R加μ 或者是R减μ 等于0 所以告诉我们 R有两个数值 等于 正负μ 是不是R马上就告诉我们 对不对 不要忘了这个μ呢 已经前面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μ呢 本身是要属于R 而且要大一点的0 一定要正的 好 那假设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乘上一个R的什么东西 在这边 为了简化其间 我当然希望R 尽量是正的 反正它现在可正可负嘛 我先选择一种case 反正 这是线性的 只要它前面的系数本身 都是连续的 都是可解析的 那么 这个 二阶温方程呢 会有唯一的解 既然会有唯一的解 随便我假设了 我现在就来假设 Let R呢 我就把限定 就是new 所以说它两个都可以 我就选择其中一个就好了 同时A0 因为不准等于0嘛 那我让它等于某一个 orbitrary的数字好了 orbitrary就是任意子 大概是多少 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做个决定 看看是怎么样比较好看 OK 反正它只是个常数嘛 最后面你做 你有combination的时候 最后解答要做个 线性组合的时候 你前面不是常常会乘上某一个数值吗 对不对 好像说你已经知道有个 有个解叫做Y1 有个解叫Y2 那你不是说 那general solution 就前面乘上个位置的系数 这有待决定就好了 那既然这可以 假设Y1里面有一个没有办法决定的A0 是什么数值 那也没关系啊 那只是沉浸来之后 跟着它一起变嘛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先做这样的假设 所以这个呢 我算到那边 算到这个是第123 第三四号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 就代表R的本身 除非6等于0 否则它不会等于0 假设 R等于μ 这个会变成什么 我们来这边运算一下 它会变成什么 A1 A1加上μ 乘上μ 再加上A1加上μ 减掉μ平方 它要等于0 对不对 因为我们已经要求 它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边会是什么 μ 加上μ平方 再加上A1 再加上μ 减掉μ平方 要等于0 这个这个消掉 所以这边会变成什么 A1乘上 2μ 加1 μ要么是0 不然就是正的数值 重置是0 这边也是1 这个中挂物会不会变成0 不会 但是等于要等于0 谁要等于0 A1一定要等于0 是不是 一定要等于0 你哪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No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A1一旦等于0 A3 B1要等于0 因为这个不会等于0 A3要等于0 所以就告诉我们 A所有的G次项 通通等于0 太棒了 现在他告诉我们 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 加码 R呢 要等于Nu A1呢 等于0 这等于Orbiter 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决定了 是不是 A0知道了 A2就知道了 因为Equation在这边 A2知道 A4就知道了 所以所有的偶词项 通通都决定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A0等于Orbit A2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你就把它带来这边 A2会变成负的 A0除以 2的平方 乘上 Mu加1 A4会变成什么东西 负的 A2 除以 8 乘上Mu加2 整理一下 再把A2带进来 最后会变成A0 除以 8 乘上2的平方 乘上Mu加1 乘上Mu加2 A6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当然 A6呢 会等于负的 A0 除以 12 乘上8 乘上2的平方 Mu加1 乘上Mu加2 乘上Mu加3 一路下来 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决定了 对不对 现在为了简化旗舰 我们要做个假设 我看看 这个地方 我把它擦掉一下 根据那个地方的几个规则 我把它拿过来 我们现在呢 O 等于Mu A0 等于Obitur A1 等于0 也不是A1 AOud 通通都等于0 这个是Dsense 那这样是不是代表 所有的A1 现在呢 全部都变成知道了 可以计算 好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拼拼凑凑的工作 假设 因为A0可以领arbiturary 随你设定 if A0 等于以下的这个 四字 2的 Nu Nu 次方 乘上 γ的 μ加上1 假设可以这样子写 反正arbiturary 让你选 我今天选择这个 但这里面有个γ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γ 请大家去看课本 γ呢 它是一个函数 它可以写成这样 OK 它是这个几分 你看啊 头昏眼花 这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但是我写几个四字呢 你就了解 第一个 γ 假设这里面数字 是一个α加1 它就等于α的阶层 就这么简单 你把这里面数字 减掉1 阶层就是了 所以假设说α是正整数 比如说5 那就变成5的阶层 5的阶层就有一定的数目嘛 5乘4乘3乘2乘1 就结束 假设呢 α是等于负的 那你怎么办 鸡飞狗跳 假设等于负 负的阶层什么意思 负 阶层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有个东西的N的阶层 就等于什么 N乘上N-1 乘上N-2 乘上N-3 一直下去 对不对 直到 直到什么 1 就这样一直下去 假设是正整数 5阶层 它会等于5乘4 乘3 乘2 乘1 就结束了 但是它等于负5阶层怎么办 所以负5 乘上-1的 是不是变成负6 乘上负7 乘上负8 乘上负9 告诉我 有没有 中子的时候 没有 所以一旦是负的阶层的时候 它是发散的 因为它一路成负 成到了民国几年去了 那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请要记住一下 这边会有这个限制在 再来一个 γ α α加1 也可以写成α 乘上γ的α 它可以降一阶 不然α加1的变成α 只要你把α 称到前面就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阶层的意思而已 OK 所以请大家记住一下 它有这个特点 它同样的 好 我们简单的就先放到这边 假设这样子的时候呢 α2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就把它带进去嘛 α2呢 会等于-1 2的 2加ν 1的阶层 γ ν加2 a4呢 会等于多少 正1 2的4加ν 2的阶层 γ ν加3 会这样一直下来 那一旦我们这个全部都知道之后呢 把这个带回第二个式子 3 这一大串通通带回第二个式子 是不是y就求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y呢 我们给它一个符号 叫做z new x new指的是什么 里面的这个 x就是你的变数 它会等于什么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重要的解 你就得到 它这个函数的其中的一个解 就变成这样 OK 这个称之为 Basal function of first kind of all the new 它的名称就这么讲 第一种的Basal function new j的第一种Basal function 但很明显它一定要两个答案啊 对不对 两阶文方程当然要两个答案啊 那另外一个答案长什么样 你要把另外一个找出来 就像这边一样 这边本来也是有两个答案 只是发觉呢 偶式像跟基次像呢 互为independent 那刚才这两个答案 就是它的答案啊 那只是偶式基次的排在一起 通通同样的符号 就写成一个就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会有两个 这个是first kind 那你说为什么偶式像 基次像不能够分别来看呢 很简单啊 这边告诉我们啊 假设R等于new的这种状况下面 A0任我设的话 那A1一定要是等于0 因为算出来就是0 你没有第二个选择 所以你我一旦决定保留 偶数像的时候 基数像就sayonara就拜拜了 就不见了 所以你只得到一个答案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个答案怎么办 第二个答案从哪边来 别忘掉 我们算这个地方的时候 啊会等于一个什么呀 正负mule 我们这边是mule而已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负mule嘛 right 另外一个是负mule 所以呢 我们把另外一个写下来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这个只是阶层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R等于负mule的时候 来我把它写下来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就是刚好 就是刚好x 负mule 完全照超 负1的s次方 x2s次方 这是第五个事 这是第五个事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照超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这是第一个事 这是第一个事 Basal function 那假设是这样子呢 我们就另外一个是负mule 所以它告诉我们 y of x 可以写成什么样 你有两个答案 jmu x 再加上 j-mule x 这两个答案 所以它general solution 当然就是前面 把它乘上个系数项 做信心组合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个事实质只有在什么时候成立 当 mule mule 不是整数的时候 因为当mule是整数的时候 这两个有关系 是相一的 是什么关系呢 我写在这边 j-mule x 跟j-mule x 是有关系的 是什么 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个是 vn-mule 属于 integer integer 它是一个 整数的时候 所以整数就不行了 你不可以给一个相一的 也就是说 我跟你当中 是有个 是有个比率的 这比率是个某个常数 它告诉你 它的比率就是 负一的mule 是方 它是个常数 应该说一个scaler 一个纯数 所以只有当它不是整数的时候 可以 一旦当它是整数的时候 抱歉 这不行的 你必须去找出另外一个独立的变数 独立的解数 OK 最后找找 找到了 这个就叫做这个 写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 然后把这两个相加起来 线性组 就是我们的答案 什么时候这样子做 当它是整数的 当它是整数的时候 那么Y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写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假设你这样定义这个Y 它就是另外一个独立的解数 结果一看 这个比这个复杂一点 你看看 Legend的 Ordinal Differential 它的解就是pm 对不对 只有一种状况 Basal呢 它的解有两种状况 Depnd从你里面这个new的本身 是整数还是不是整数 假设不是整数 就等于Basal Function First Kind 就可以了 一个正new 一个负m 两个 把它做线性组合起来 就好了 另外一个假设不行呢 new是处于整数的时候呢 像我们大部分都是整数哦 那你就不行 你就能够把First Kind 放在这边 后面这个叫做什么 Second Kind 它是它第二种 好了 纵使我解得出来 我也没感觉 到底First Kind Second Kind 是什么鬼东西 这边还有点感觉 因为我画个图 多画几次 起码我比较熟悉 对不对 那我知道每个点的一些特性 弄一弄 差不多了 那事实上有好多个equation 是它怎么运作的 OK 那这个运作的这个规则呢 就要像sin平方 叫cos平方 要等于1一样 就像刚刚讲的 cos2θ 会等于什么 两倍的cos2θ 减掉1一样 这些公式 只要你知道 怎么运作 那就好了 那就好办了 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画个图 来看看 好 我们来画个图 好 我们先将 basal function or first kind 画在这边 画的好丑 重新画一下 它是长这个样子 好像一个damping的 好像一个震荡 有没有 越震越小 越震越小 随着时间 越震越小 只不过咱们 横桌标是x而已 OK 这个是j0 什么叫做j1 这是j1x 所以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当x等于0的时候 j0会等于1 当x等于0的时候 j1会等于0 OK 就这样一直下去 你就会得到很多种图形 很多种图形 好 什么叫做y second kind 他是这样子 这是y0 他在x等于0的时候 他是发散的 他跑到负荣无穷岛 但x不等于0的这一点 他通通的有意义 那或者是 Y1 Y1 Y0跟Y1 长得都蛮像的 OK 这个就是呢 我要大家记住 所以现在有的这些东西 表示是呢 大家记一记就好了 因为大家 不太回去记住 这个表示是怎么表示 我们要记的是他的特性 好 所以我把这边重新整理一下 我把特性 写在这边 其实我假设你这样听完 你就很有把握 那代表你很天才 你很可以 假设听完之后 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把握 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很正常 你们的工作就是要熟悉他 所以那这个时候他的解呢 有两个 你们正整数是 你们整数是 正整数是大N嘛 对不对 或者是 应该是这样子好了 就是这两个 那只是他的意义呢 我们要画在这边 画低一点 这个是J0 J1 这是E 你知道这两个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很多剩下是他的转换公司 等等的 我看看我这次给你们的 讲义里面 他有给的 哪些东西 所以这次给你们的 一开始就是 Basal Function 一开始就是 Basal Function Basal Function的 第一条式子 就是这个 只不过这边 他不用New 他是用N 但是都要大一等于0 这个是不变的 然后下面就有他的 他的解 Polynomial的形式 但真正的解呢 在哪边 这边 Y等于什么 JNew 加上J-μ OK 这就是这个 或者是 JNew 加上YNew 是这个 OK 他答案都给你了 长得什么样子 抱歉 有了 有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 或这个 对不对 我们只介绍这个 下面这两种 还没有介绍 OK 这次我们不会介绍 只是告诉你 我可以有很多变形 反正 你怎么凑 都是凑到他的答案 我这种形状之后 我可以有另外一种形状 OK 那他可以变形 变下来 OK 那这边有很多种特性 我看看他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把它列出来 他这边没有 exactly把它列出来 好 没关系 没有列出来 我们就这样看就好了 请记住 重点是 这个地方是发散 请你在这边做个很重要的记号 发散 这个地方呢 步伐散 它能越来越小 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你要求他等于零 他什么时候等于零 这一零的地方 在这里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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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位置 有没有什么周期性的 不像我们sign or sign sign π 管理师几个π 通通都是周期性 对不对 通通等于零 这是整数倍 cosign什么时候等于零 二分之π的时候 它的整数倍 二分之π 二分之三π OK 二分之五π 通通等于零 但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这种规则性 所以你只能给它编号了 只能给它编号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等于零的地方呢 假设J NU 在α 第μ的第N个 它等于零 我们只能这样编号了 这一点的x值呢 叫做α α什么 这是第零个 第三个为零的地方 我只能够先这样编号 它们分别等于多少 x表 OK 我没有copy给你 假设要copy的话 你们晚一点 你搬带跟我到我办公室 我把后面的表格通通给你们 第一个为零多少 第二个为零多少 第三个为零多少 这个数字都有 那你要是说 哇 那要是这个怎么办 J1的时候 第一个为零的 那是这边 对不对 第二个为零的是这边 第三个为零的是这边 那第一个为零的 就是零嘛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一个 不是零点的 的第一个好了 那它是什么 α J点的x等于是α J为order1的 的第一个为零的地方 这个是x在order为J的 basal function 第二个为零的地方 对不对 我只能先用这个符号 来代替而已嘛 它相对值等于多少 一插表就知道了 反正它有特定的值 这个也是一样啊 第一个为零的值 第一个为 第二 第三 这些值通过都可以查得到 OK 这个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待会等我们解一个题目 大家就知道 OK 好 还有一个呢 很重要的 正交性 好 注意题很简单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 正交性的 怎么使用 好 这一题呢 是一个 是一个 非扩散性的问题 不是 扩散性的问题 假设 我们一个圆柱体的tube 我先把它切开来 我是告诉 上面画那个 只是告诉你 它是圆柱状而已 这个圆柱体呢 半径是A 假设 假设一开始 这里头呢 有个温度的分布 假设是温度了 没有 它只是很对称的 所以我应该把它画成很对称 然后我要求这个墙壁呢 永远等于0 温度等于0 请问一下 这里面的东西 温度怎么下降 下降的过程等于什么 这就假想你有个桶子 里面你放了一些水 比如说水吧 降湖 这降湖上面的温度啊 都不一样 中间到旁边不一样 有一定的分布 然后突然间当这个墙壁呢 突然间变成绝对零度 当然我们在这一点开始当时 绝对零度 那你这个热量是不是要开始传出去 最后面呢 当然通通都变成零了 但在这当中它怎么变化 它怎么变化 OK 这个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基本上 我们已经说过了 先前呢 我们在上课的第一堂已经讲过 Diffusion 就是一个equation 我用什么 我用温度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是温度分布嘛 或者是浓度分布 随便你 我叫做C好了 我叫做EU好了 这个是Diffusion equation 所以我们现在呢 准备要来解它了 OK 我们把这边呢 换一下 它 这个地方 它是把它用成D OK 无所谓 反正C平方 用成D一个常数 无所谓 OK 这是扩散系数 OK 这类的东西 好了 我们怎么解 第一个 我们说 它是柱状 用柱状座标最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柱状 柱状座标 Z 平面就是这样 那这个代表 只是温度 温度的差别 或者是浓度的差别 也就是中间的浓度很大 或中间的温度很高 旁边温度比较低 到了这个界面 突然间变成零度 因为外面呢 把它进在零度的东西里面 那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对一个柱状座标呢 我们是Row Fi Z 假如说 这整根柱子的温度 都是上下没差别 上下完全一样 中间比较高 旁边比较冷 它只跟着半径有关系 那是不是我们只是这个 Row的函数而已 跟Fi 跟Fi 有没有关系 没有 假设你是对称的 大概没有关系 Z呢 整根上下都一样 没有关系 那会比较简单 对不对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你要搞成Z也不一样 那就鸡飞狗跳吧 OK 我们先弄简单的就好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东西呢 这一Question 非常简单的 立刻呢 就可以写成为 第一个 等于第一分之 Partial 抱歉 这个就不正 对对 这个是T 所以这个是U是什么函数 U是Row 跟时间的函数 只有这两个 这是我们第一个Equation 它有什么Boundary Condition 油 Boundary Condition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温度呢 在R 在Row 等于A的地方 是定温 也就是B上面是定温 OK T呢 这个时候 要一直往上 第二个 这个温度啊 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 有一个分布 这就是我们两个条件 第一个跟边界有关系的 我们叫做边界条件 第二个 跟时间有关系的 时间有个边界 就是开始 Initial Condition 算了 我们就叫做Boundary Condition 第二个 好了 好 请问一下 它怎么样 散热 这看起来 简直是太容易了嘛 因为只有两个 变数而已 一个是Row 一个是T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Assume 我们就Let 先假设 先假设 我们U Row T呢 可以写成 第一个 只有Row的函数的大 第二个 只跟时间有关系的大T 就这样子 假设真的这么幸运 那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答案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样化 把第二个四值 带到第一个四值 除以第二个四值 第一个 只对肉鸡微分 所以只对大R鸡微分 因为大R是肉的函数 那既然大R只有一个函数 一个变因 那你就不需要用Partial了 直接用什么 Total Differential 用D就可以了 最后呢 这个好像常数被T出来 你在处理它自己 所以刚好T会互相除掉 留一个R在分母的地方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Row分之一 D D肉 R D 大R D肉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呢 右边会等于1 over D 在层次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对 时间微分啊 事实上只能够对 大T 微分 T 大T只有一个变数 就是T 所以就不要用偏微分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直接的T OK 除以自己之后呢 T会留下来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这样 这一看 这边 只跟T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一边 只跟Row有关系 是不是变数分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 来假设 假设 它等于 好吧 随便 我们假设它等于Alpha 那这个地方 就等于什么东西 Alpha除以D嘛 Alpha是它 除以D不就变成它了 是不是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跑出 两个Equation 出来 好来 我们看这怎么做 现在 我们就开始 Let 这边已经有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第一个 T分之 DT DT 等于Alpha 第二个呢 R分之一 Row D DRow R D大R DRow 等于Alpha OverD 我们就变成两个 连立的方程式 3好不好做 3非常容易做 对不对 3呢 就等于AlphaT嘛 所以呢 第三个式子 就告诉我 DT OverT 会等于Alpha DT 既然这样 我就把它通用两边 同时积分 那我就会得到 Log T OK 温度嘛 温度当然一定要大约0 等于AlphaT 加上某个常数 那么既然这样子 我两边通了取Exponential 它就等于T 会等于什么 某一个系数D 乘上Exponential AlphaT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哦 Alpha是什么 D有重复是吧 那边有D 哦 那个大D OKOK 这个叫E 假製酱也有个问题 你告诉我 当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这里面的温度 随着时间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高 还是维持不变 还是越来越低 当然越来越低了 但是假设T 是越来越大 比如说Alpha等于正的 哦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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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Alpha 云目允许是正的 不允许 OK 所以很明显的意思 因为啊 这个Temperature inside T 应该是说U T over T has to decrease as time increase 这一定嘛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lpha 必须要小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回到这边 所以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啊 很有经验的人 他就知道 一看到这个式子 你已经知道 他的解释什么的 所以他一定要是负的 我干嘛 不一开始就把它负的 加在这边呢 那就比较简单嘛 对不对 我一开始就假设负Alpha 那那边算起来就是一个 负Alpha 那就Alpha等一个正值就好了 不是很棒嘛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经验的人 一看就看得出来 你这个常数怎么想 好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呢 第五个式子出来 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那这样子 这个就会变成什么 这个会变成什么 把它展开来 大R分之一 R就把它乘过来嘛 所以这边是R分之一 两项 第一项不动为第二项 第一项不动为第二项 再加上 第二项不动为第一项 就不见了 等于Alpha over D的大 整理一下 这两个消掉 对不对 这会变成R分之一 这移过来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好 我把它通通乘上肉屏吧 反正无所谓 0成了肉屏方还是0 一个是0的东西 成了肉屏方还是0 所以这边就变成肉屏方 这是什么 不要忘掉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是什么方选 Basal Function 假设这边是常数1 那当然没问题 那是U的Culture equation 但是它不是 我就用Basal Function 超来这边好不好 我们做个比对一下 X平方 这两个有没有很像的地方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变数变换 我能不能把前面这个东西 看成一个变数X 的平方 减掉一个0的 假设面等于0的时候 是变成什么 对不对 The Bas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Order Zero 没有Name 我能不能把它变成这个形式 可以的话 它的解就是Basal Function 对不对 来咱们来做个变数变换 Let 负α over D乘上肉平方 等于X平方 因为α小于0嘛 负负得准 除以D 再乘上肉平方 这个叫做X平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们试试看啊 我们试试看 所以假设是这样子做的话 就相当于说 第一个我们要问 我们希望 这边变成X 但假设是X的话 Y要对X为分 这边R却对肉为分 我当然要换成为 R对X为分 对不对 所以抵R 抵X 会等于什么 抵R 抵肉 哦不 抵R 抵肉 会变成什么 是因为 抵R 抵X 抵X 抵肉 前面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形式 后面这抵X抵肉 不就是它微分吗 它会等于 X 等于 根号 负α over D 这个是个常数 乘上 肉 所以它会等于 根号 负的α over D 别忘了 α小于0 所以负α是等于正的 OK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那你这边要两次放微分呢 先对X 之后X再来一次 对不对 相当于我要对这个微分 第一项 对X微分 常数嘛 提出来 那它变成两次放微分 乘上一个常数 两次放微分 先写 乘上一个常数 但后面 X又对又微分 又是自己 所以相当于乘两次 根号不见了 变成这样子 那我整个式子 就可以进化了 我把这个地方 这边有画 所以我把这个消掉 那我现在呢 是不是整个式子 X平方 X平方就等于什么 我把这个叫做第六个式子 第六个式子 就可以进化成吗 X平方就等于根据下面 这是第七 对不对 七带到六里面去 X平方就变成负的 不不不 肉平方会变成什么 X平方乘上大D除以负α 没有没有 它是X 它是肉平方嘛 对不对 肉平方 肉在这边 肉平方是不是 X平方乘上D除以负α 所以变成负的 D X平方 除以α D平方R D肉平方 等于这个 乘上负了α 我D D平方R DX平方 加上 肉 肉 肉就等于这个的开根号 就变根号 负的D除以α 乘上X DR D肉 DR D肉在这边 这个 乘上 根号 负的α α overD 乘上DR DX 减掉 α overD肉 肉平方 就是X平方 加上X平方 乘上R 等于0 你发觉 这个 跟这个 消掉 这个 跟这个 消掉 你就简化成为 X平方 D平方 大R DX平方 加上X D大R DX 再加上X平方 减掉0的平方 大R等于0 这个不就是 Basso function 就是它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R马上就知道 R可以写成什么 R是什么东西 什么变数 X为变数的 那它就可以写成为 现在是0嘛 0是不是整数 0是整数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下面 它会等于C1 J 0 X 加上C2 Y0 X 因为这本是0 是不是 这是我们第几个式子 第六 第六 第七 第八个式子 所以我们现在把重要式子写下 R已经算出来是这个形式 T也算出来是这个形式 这两个要凑起来 才变成U 才变成U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东西呢 一定要有意义 这个里面 R肉 肉是指半径 有没有包含0点的震当中 有 例如说RX X X是什么 在这边 当肉等于0的时候 X也要等于0 所以 有没有包含X等于0的这一点 有啊 因为这里面 它是从0 肉是从0变化到A 肉是从0变化到A 所以X平方会从0变化到负α 所以X包含0的这一点 那你告诉我 0的这一点的y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样 发散 我们物理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不允许 所以把这个不合理的 一脚把它踹掉 OK 我就让C2等于0 把它这个 全部把它拿掉 因为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OK 因为 at 肉等于0 这个时候 也就代表X等于0 U 等于finite number 它一定是有限的数字 也就是说 R也要等于finite But Y 0 在X等于0的地方呢 发散 Divergence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它 所以R要再进一步的简化 就写前面这个就好 这是第九个词子 只要写这个就好 因为后面那个没有E 把它丢到一边去 好了 那现在R也求出来 T也求出来 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词子 带回第二个词子 开始去凑最重要的答案了 对不对 开始去凑最重要的答案了 那我把上面的这个 插掉 我把这个T插过来 T已经求得了 等于某个常数 Esponential Alpha T 第五个词子 所以我可以把这一边 还有X跟Rho的关系 负Alpha T Rho平方会等于X平方 这是第七个词子 我把这几个重要的词子 通通保留 然后这边把它插掉 OK 所以呢 我们把它通通带回去 第五词 第九词 第九词 但是九里面是用X 而不是Rho 所以带回来呢 要把第七词也用上 带到第二个词子里面去 重新组合 我们的U Rho T 是不是 就等于这两个相乘啊 对不对 C1 这里的X X呢 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为 根号 负Alpha Over D 的Rho 乘上 T T是某个常数 E Exponential Alpha T 对不对 两个常数相乘 也等于常数 把它叫做F 好 我们开始来一球球看 当我们做这个的时候 现在有几个问题啊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 未知数 在哪边 好像有点迷路了 对不对 所以随时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 没有求到的 还不知道的 本来不知道的是这个 最后经过这个假设之后呢 未知数变成这两个 到了这个地方 一分开来 什么叫Alpha Mozai Alpha也是未知数 所以呢 你的未知数 是怎么演进的 从一开始 Y of X 最后演进到 大 R Rho T T 还有个未知 Alpha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还有什么是未知的 Alpha 未知 F未知 对不对 这个肉呢 是半径啊 T是时间啊 所以我能不能决定这些 这个是第一 第几个是者 十个是者 两个未知数 刚好我们有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用 我们看看怎么用进来 好 第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 Dash 1 它告诉我们 U在Rho等于A的地方 时间任意变 它永远等于0 所以是不是代表我们的F 乘上J0 根号负的 Alpha 除以D Rho等于A 半径 Explanetial Alpha T 要等于0 我能不能说 那简单了 假设F就等于0 可不可以 你可以啊 只是这样变得多好玩 F等于0 就等于 我们的答案是永远都等于0 时间一开始 它就所有的温度 啪不见了 有没有这种状况 一个人呢 被一胎蛋噴到 然后瞬间冷冻成一胎蛋的温度 会吗 所以会不会说时间一开始 所有热量 啪不见了 那是灵异视线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嘛 F可不可能等于0 不可能等于0 Explanetial Alpha T 会不会等于0 Alpha是负的 没有错 除非Alpha是等于负的 无穷大 他才会管理时间 等于多 他通通都等于0 没有这种事情 那我一办法 只能谁等于0 谁等于0 这个要等于0 不然你这个等号哪边来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J0 根号负 Alpha 除以 D 乘上A 要等于0 请问我们看这边 J0的形状在这 J0的曲线什么时候等于0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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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个等于0的地方 对不对 那是不是这个Alpha 不是随便变的一个数字 他有他的要求 有很多很多项的Alpha 所以我们说 这个0为0的地方 我们怎么写它 这是第0的order的Basal Function 第一个为0的地方 这个是第0order 第二个Basal Function 第二个为0的地方 所以他有没有很多地方为0 有 什么地方 记住 他现在是第0order 对不对 所以我就写个0 有没有很多个为0的地方 当然有啊 我就把它编号叫做n 可以吧 n等于什么 1 2 3 一路下去 这样就好了 那是不是Alpha求出来了 我们不是说Alpha是微枝数吗 他现在是不是告诉你Alpha 等于某一些数值 有无穷多个 就有n来编号 所以呢Alpha会等于什么东西 抱歉 这边我不能这样子编耶 不能这样子编 这样用Alpha 我那边不要用Alpha好了 我这边叫做 叫做什么东西 我也不晓得用什么数值 这么是用做什么 叫做M好吧 管它了 反正你只是给它一个编号就对了 OK 所以这整个 要等于M0N 这个可以查表查得到的数值 它在什么地方为0 所以这样一来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lpha 要等于 既然是像这个除以过来 所以是M0N除以A 然后我要开根号 平方 根号就不见了 负第一层过来 Alpha是不是可以算成这样 你有几个Alpha 有N个Alpha 因为这边有很多个N N等于1 2 3 马上就告诉你Alpha 是有很多个Alpha的 Alpha是不是可以求出来了 所以我们带进来 这边Alpha有N个Alpha 或者是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 是不是等于M0N除以A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的解 更进一步 U肉T 会等于F 还是位置数 乘上Basel 0 根号负Alpha 我第一根号负Alpha 就等于M0N 0N 我不要这样 我要把它写在 M0N写在这边 除以 没有没有 M0N乘上 除以A 乘上R 乘上R Alpha Alpha就等于这一大串 负D M0N OverA的平方 乘上T 就你发觉N是什么 你有好多好多种解答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 不管你有几个解答 最后面你要把它做线性组合 加起来 那也就是说 这个等号不能这样写 这样写太简单了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写的 F呢 你可能相对的 都有你自己的F 每一个F都未必一样 你要把它 SUM起来 线性组合 你有这么多个解 对不对 好 现在只剩一个 FN等于什么 我们以前马上要问到 这个系数等于什么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最后面要用的是什么 这里面某一个正教的特性 谁有正教的特性 他有正教的特性 OK 他有正教的特性 那我们就可以用上来 OK 今天应该时间不够 最后面那个部分